用影片来记录生活的鱼翼之兔 今天要记录我昨天去一家吃到饱的餐厅 然后吃了什么 然后喝了什么 做了什么装潢呢 它的装潢是如何呢 大家好 我是鱼翼之兔 欢迎回到我的视频来 我是用影片来记录生活的鱼翼之兔 那如果你还没有订阅于我的话 赶快点击订阅的钮订阅于我 下方的订阅钮订阅于我 那订阅于我的话 旁边的小铃铛不要忘了 才可以及时接收到我最新的讯息哦 那么在开拓之前 还要说的就是抽奖活动 到6月11号为止 这是打美乐的帕马之星的一个披萨券 那么要怎么样拿到这个披萨券呢 只要你分享我任何一支影片 到你的社群网站 然后并且截图 然后再来到我的FB的粉丝团 有一个留言的专区 就是抽奖留言的专区 只要把你的截图给留言下去 你就有机会 拿到这个打美乐的 呃什么 帕马之星披萨券 那么如果人数多的话 我们就用抽的 如果人数不多的话 就直接送咯 现在留言数算还蛮少的 所以你有留言应该就可以得到了 所以赶快去留言咯 到6月11号为止咯 那么如果你不知道什么截图的话 请在下方的连结就是更多资讯那边 就是更多资讯那边会有教你怎么去做截图的工具 那今天讲的所有的资讯也都会在更多连结那边咯 要记得去观看咯 那么我们今天要讲的就是 诶这家港龙 港龙港式欧式资助餐 在桃园的龟山这边 这一个 那后面是他的地图 那么我在后面的影片也会放出来 所以大家如果这边没有看到的话 呃 也可以做那个 就是在就是后面的时候再看 ok 好那我们先去看一下我们吃了什么喝了什么 然后他的装潢是如何呢 那我们稍后见咯 这样的是布丁 然后拍摄的是荔枝洞 第一次看到荔枝洞这个东西 所以我们来开动呐 荔枝洞 荔枝洞 我刚刚的是照烧的是荔枝 荔枝啊不是荔枝 荔枝 刚刚是荔枝 现在是荔枝 然后这个是荔枝 然后这个是荔枝 荔枝洞 荔枝洞 那因为人真的太多不好拍 所以就只好 嗯 拿着这个给大家看 然后这是饮料 乳酸多多 还有柳橙汁 我们今天要吃的一个吃到饭 二次的支部餐吃到饭 港式饮茶 然后看这屋下室外面还在排队 现在是10点快11点多了 排队人还很多 他们在装潢 嗯 欢迎回来 我是羽翼之兔 当然是羽翼之兔 要不还有谁呢 OK 那我们刚刚讲的就是 大家都看到了 诶我们吃了什么 喝了什么啦 对不对 那这一家其实是 它上面写营业时间是 10点50分到3点 早上的话 但是我们去10点50分的时候 一定很多人几乎要客买了 那我们在那边吃了一下 差不多11点多的时候 诶我在影片上面是说10点多 那其实是11点多了 呃外面其实都在排队咯 排到外面去了 所以如果 呃你要吃这一间的话 就要早一点去吃 嗯 那这家的整个 呃餐店来说 如果你是一个很喜欢吃肉的人的话 这里非常适合你 因为它有各种各种的肉啦 鸡肉啦 鱼肉啦 猪肉啦 牛肉啦 牛肉啦 鱼肉啦 只要你有想到的肉 几乎在这边都有 那如果你是喜欢吃海鲜的话 那OK 它也可以补合你的一个理想 因为它有花枝啦 然后 然后鱼肉啦 或者是一些生蚝之类的 然后虾子这一些的 那你说 啊 我就是吃草的的话 就是如果你是吃青菜的话 它这边也有哦 对不对 它的青菜的种类比以往还要 比以往还要多了 所以它符合了你三种 你想吃肉 想吃海鲜 想吃青菜 或是你想吃三味 它通通都有哦 河粉也有 那么一样就是 基本款的饮料跟 跟那个 水果 都是有的哦 所以它是种类算蛮多的 而且我们那天中午去 平日的中午去吃350元 然后给你让你吃到饱 看你能吃多少 嗯 当然 还是要说你能吃多少就吃多少 不要因为说是吃到饱的 然后就非常非常的 哎就是想说 要把自己给撑 撑撑撑撑撑 然后浪费的食物就不好了哦 所以能吃多少就吃多少 那这一间 它的 嗯 餐点我觉得都很好吃 可是 大部分的餐点都很好吃 但是我就是不喜欢吃它的那个 河粉 可能是因为我没有加醬料的关系 所以我就觉得 哎 那个河粉 没有什么味道 那如果加醬料 应该就还ok了 所以 整体来说它的 餐点是都非常好吃的 我那时候 10点50分去 我光是要拿一个餐点 我就要跟人家在那边挤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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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所以 可能 10点50分 你可能还要再早一点去 要不然可能就没有位置 要在外面排队 嗯 等等 ok 那这就是我今天介绍的这一间 港龙 港式 欧式自助餐 然后这个没有业配的 喜欢就去 不喜欢就 算了 那只是因为刚好记录我的生活 我去这边吃 所以就把它介绍给大家 因为我觉得还不错是很好吃 那如果有在这附近的话 你也可以去尝试看看哦 好 影片就这样结束了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请给我一个大大的喜欢 然后 并且分享给你的朋友 或者是社群网站 如果你还没有订阅我的话 赶快点击我的头像 或是在下方做订阅的动作 要订阅我的话 旁边的小铃铛不要忘了 才可以及时接收到我最新的讯息 那我推荐给你的视频 也不要忘了去点击来观看哦 还有资讯卡 也不要忘了来点击来观看 有时候我会跟你有所互动 让你们有投票的活动 你们大家都可以去看一下哦 OK 那么我是礼拜一到礼拜五的六点三十分 准时发片 那同时你也可以关注一下 我的FB的粉丝团 或者是我的比方 都各有不一样的内容哦 然后都可以去做一个点击观看的动作 OK 那今天就是这样啦 我用影片来记录生活的羽翼之兔 那抽奖活动 不要忘了赶快去留言哦 只要有留言就有机会拿到这个 打美热的芝心披萨的券哦 帕马斯芝心的券 OK 那就拜拜啦 欸我跟你说 我之前啊 在这个影片啊 然后有介绍这款 就是这款耳机非常好用 因为那时候我没有介绍到一个功能 它除了收音非常好之外 你看哦 它如果你要带出门的话 你可以直接这样摺 然后你就可以带出门了 那如果你要接电脑的话 你就是直接用这一条线嘛 不对 那么如果你不接电脑的话 你就直接用这样子 这一条直接这样子 然后接着我电脑 而且我觉得我非常收音非常好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我其实旁边有电风扇在 所以我之前那两支 卖一个功能的话 都一定会收到电风扇的声音 都有那个电风扇 可是我这一次我最近这几天啊 我发现都没有那么高的声 我觉得超赞的 就是静音的那个效果非常好 它就只会收到我讲话的声音 说得非常好 所以我还蛮推荐 就是这一款这个 你电脑跟手机都可以用的耳机 那么一样 资讯都会在下方中间 我觉得这一款超好用 我超推的哦 大家看一下它那个戒指 可是我发现那里 其实我的静音很不够的 上面所以大家看不到 我本来想说买一个音练把它弄下来 但是 我还是把它不直接拴在这上面 对我就不用再另外买一条那个片子 而且这种绳子比较不会做过敏 是是是 好看嘛 我觉得还ok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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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